Hello 欢迎来到我们职场Marketplace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在港大一个是否叫Senior Management的Clubhouse 在喝啤酒 喝杯茶 就祝着我的嘉宾Alan 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研点滴的看法 先喝一杯 好 喝杯 Alan 兄 很多朋友搞科研是一个很沉满 也很孤独的工作 其实你做了科研的研究 做晶片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当然不会沉满 因为我们在科研的情况下 首先我们的研究团队 我们会合作去面对不同的问题 也在研究过程中 很多时候会有新的发现 有些特别的东西可以看到 都可以让我们尝试去解决 所以经常有一些新东西 让我们去思考 去试 就不会沉满 很棒 那会不会像一些大学的朋友 经常做research 然后出paper 出完paper之后 将你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 给其他朋友看 这个可能是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 会有一个稍微的分别 在学术界里面 他真是主力要靠研究 去出一些学术文章 来做他们的成果 但反而来说工业界 很多时候 有一些他自己想到的好东西 当然是秘而不宣 想先收起来 对 收起来自己用 即是商业秘密 那些会全部都发表出去 但你作为一个研究员 你研究了这么多科研的制成结果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 这个IP 或者这个patent 或者这个科研的专利 究竟是归你 还是归公司 还是共同持有是怎样的 主要都是共同持有的 都会写回 是个发表人 就是发明者 就是员工自己 但是到最后 就是有关于那个patent 最后 都是由公司持有的 那如果你发明了 例如一个晶片 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到时这个晶片大卖 很多不同的车公司 能源公司 或者一些轻车的公司 他不断大量采购 那会不会是细水长流 收这些patent fee 都很正的 那当然 在这个开发的过程里面 公司也投放了很多资源 去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 所以 这个就是公司值得 去拥有这个patent 所以就员工 科研人员 和公司都会共同持有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 做科研里面 一定少分辨要读书 我听到很多朋友说 有博士 有M-Phil 有博士 后Postdoctorate 那么多这些名字 其实Alan 你要读书读到多少 才可以做科研这个工作 其实读书 就是分几种不同的学位 一般来说 而香港的研究学位 最基本有一个M-Phil 就是哲学 石士 一般都是读两年左右 就可以毕业的了 过程里面 就是解决一些少点的问题 有个研究论文 就可以顺利毕业 但是相对来说 再上一级就是 这个PhD 就是哲学博士 要读的时间长一点 通常三至四年左右 可能需要解决一些比较 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得到一些相当的贡献 才可以给你毕业 至于刚才说 博士后那类 就是说 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之后 就真的有这个学位 你的工作 继续进行一个研究工作 可以称之为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都细致得很清楚 Alan 你自己读这个博士的时候 PhD 你读了多久? 我自己读了三年 很厉害 因为在座有些朋友 我有些朋友说 自己读了PhD 读了六年七年 还读过我小时候 读了七年中学 Alan 其实读了PhD 用三年毕业 用七年毕业 会不会水平差很远? 水平未必一定差得远 我想可能每个人研究的题目 或者他自己的风格不同 有些人就喜欢拖长一点 仔细一点慢慢做 有些人就可能真的 趕着有其他原因 或者他研究的过程里面 相当顺利 也有利他早些毕业 各位朋友 我现在读了MASA 说得很厉害 要年半读八个模式 考差不多十六个市 做Project 做Present 我都觉得很厉害 所以我都很佩服Alan 或其他在座的学学研究 还有很高学历的朋友 真的很花心机去读书 做研究 到最后Alan 我都知道你 又在科研里面工作 又工作过 又加入一些公营机构做事 其实你在职场规划里面 你学历也很高 在PhD 那你会考虑什么因素呢? 决定在科研 或其他的Commercial工作里面 去找到自己的目标 事业的发展 我想目标方面 一方面就是 可以将自己的能力 用来贡献到社会 这方面来说 其实无论是 在研究 或者是工业界 甚至是工营机构 都可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 就是看看自己的 兴趣方面 会不会有哪些工作 是自己特别有兴趣 对这个课题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 尝试不同的题目 所以也有试过 在不同的界别去工作 相信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试一试 好 Ellen兄也鼓励我们 多一些不同地方领域尝试 但有没有试过 你做了一些科研 有些产品推出了 真的很有满足感 有很多公司去采用了 公司也很赞赏你这个研究 有没有试过一些很significant 的研究出到来 有些很significant的研究 其实如果这个 可以讲一个少少的往事 在我刚刚加入 旧公司的时候 老板就给了一个 小的课题 给我上次 当时公司希望 引入一种新的加工技术 去提升公司的 碳化龟耳极管的效能 当然说明 多了一度加工技术 这个成本一定会相应提升 问题是说 这个钱是会使得值不值 所以老板就希望我可以 估算一下 做了这件事之后 那个产品的效能 可以提升多少 当时也做了一些 估计 做了一些简单模型 估计了 最后 得出的结果又跟我们 估算差不多 很准 很准 这些资源都需要 那扑水那里 又怎么办 扑水那里 我就比较幸运 我们旧公司 老板都在这方面 相当有经验 而且也得到一些 国企的支持 所以 都在钱方面 不是大问题 都支持了我们 日常科研的工作 但万一如果 科研里面 去到最后 研究了一些 product 一些 patent 一些專利的时候 发现原来 没有人采购 没有人用的 或者研究了出来 发现市场需求不大 那去到最后 可以怎么做 如果市场需求 真的不大 那可能 当初定位 我们就出现了 一些偏差 一般来说 如果真的 决定去做一个题目 都想过度过 这种情况 就不常见 那也好 最后就是 Alan 我们在香港 做科研 始终有很多机构 例如我们在香港 亦都有我们的 创科局 还有我们有CyberPod 亦都有科学员 我们有很多机构 去支援 那其实你觉得 我们在香港 做科研的气氛 整个气氛 氛围 人才等等 是否配合你做这件事 当然配合 尤其是最新 最新的施政报告 都会提出 有些新的措施 去支援本地的 创科技发展 所以我相信 来到香港 本地的创科 都会继续有一个 可以继续发展 这样的机遇 希望是 因为近几年 疫情 大家不知如何 有些朋友没有工作 有些朋友 可能事业 去到一个转营 你的行业 即是你做旅游 接了 科研是否不受 经济周期 或是没有受COVID的影响 多或少 可能有少少影响 但始终科研 都是比较长远 才建成过的一个活动 所以平均来说 就不是受这些 经济周期的影响 也非常好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从事自己的行业 想无论中途转型 或者刚刚大学毕业 找一个出路 也好 或者可能你已经生意 各方面工作很成功 想试一个新的跑道 去再重新出发 其实你说做科研 去入Cyberport 去Science Park 做incubation program 然后慢慢去开创一个新的事业 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考虑 所以今天很多谢Alan 和大家分享 关于科研里面的点滴 喜欢我们的时候 可以comment share like 支持一下我们香港 本土科研的发展 希望我们将来 我们香港出品的产品 和我们香港研究的东西 都可以在不同地方里面 快光发热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